微信搜索看见 关注公众号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经过故宫还要大上三分之一以上 那么问题来了 一座澡堂子 到底是怎么修炼成宫殿的呢 长安城东边的离山 以温泉汤池著称 从周朝开始 很多的皇帝休假的时候 都喜欢来这里泡澡 而他们也逐渐在这里 修建了皇家度假别墅 这个时候呢 澡堂子还是澡堂子 只是被叫做了温泉公 到了唐朝时候呢 唐玄宗对于泡澡的热情 超越了他所有的前任 从他当上皇帝以后 只要在长安 几乎每年冬天 必去离山泡温泉 刚开始啊 唐玄宗才处在 历经图治的工作坊状态 所以每回去呢 都是一个星期到半个月时间 算是年终休休假 这个时候呢 澡堂子也还是澡堂子 但是利用日却大胆极高了 到了开元28年 澡堂子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时刻 唐玄宗在温泉别墅里 和著名艺术家 杨玉桓一见钟情之后呢 他去泡温泉的时间 明显加长了 每次去呢 至少一个月 最长的一次 甚至待了三个多月 基本上整个冬天 都耗在这儿了 但即便是这个时候 澡堂子也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即将迎来的辉煌 天保六年 澡堂子终于走上了生命的巅峰 为了配合唐玄宗的要求啊 温泉宫改名为华清宫 随后呢 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温屋百官在华清宫的周围 都有了办公场 每年冬天 几乎整个中央机关 都要搬到华清宫来处理政事 华清宫俨然就成为了一个 真正的季节性的政治中心 澡堂子终于完成了 像宫殿的华丽转身